第三,在行走的訓練部分,我們會用上了助行器 所謂的助行器就是一個輔助行走的工具 它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雙手扶著助行器的時候 雙腳減輕負擔 一方面可以讓雙腳,就是開刀的腳不痛 同時又可以讓我們的腳行走的時候比較不會容易疲勞 所以在這個使用上面,既是可以讓病人可以學習走得遠 然後不痛,然後又可以站得穩 那同時又可以讓在生活功能層面呢 可以自行上下廁所,自行走動於家裡面的室內空間 所以這方面的學習也必須是在復健運動當中 規劃為每天必須要的餘活動量 當我們使用助行器行走的時候 我們會運用雙手的力氣,把身體的重量 互分由手支撐 所以走起路來,身體很平穩 好,四腳一,三行進前 不要管它腳踏頭啊 對,坐坐 對,坐 好,來 左腳,打一拍 打一拍 相手,七好在 好腳,修一拍 你走看看,好嗎? 好耶! 我不要說喔,你繼續走看看 好,下來! 四腳一樣,三頭巾 後面腳,對多多 聽開,打進去 香手似乎 就再 好開,刷一下 行好,行好 不過如果急著要將 駐行器放開來,就會變成 還不能夠支撐的腳,並沒有幫忙用力 身體就會有點歪斜 靠向見側 而換側腳,不太能夠 承受全身的體重 這樣的走路方式並不恰當 住行器的高度是可調 所以當 高度沒有剛好 恰到好處 所謂恰到好處就是,人如果站在 住行器的裡面 雙手扶著握把 手沒有辦法有 一點點的彎曲 那將會是很費力 像這個角度是最佳角度 那如果是比較低的角度 譬如說 他已經是過低 那握低的話 勢必身體會整個往前 往下,彎下腰來扶持 這樣的扶持 走久了,一定是腰痠背痛 所以在還沒使用之前 應當要站在裡面 看看高度是否能夠 像我現在站的這個樣子 手一點點微彎 方便用力 把握把調高到 跟這個高度一樣 那是最恰當的 所以使用前就把它調到 最適合的高度 那這個原則 跟單拐的使用 是一樣的 所以等一下 示範單拐的時候 也會是一樣的原則 當手方便施力的高度 就是最適合的高度 所以當我的手 抓握著扶手 然後能夠方便這邊 微微彎曲使力 甚至這時候試試看 用力壓是否腳 都已經快要可以方便 墊腳尖 而快要離地 這就是表示手 好好方便使力的高度 那單拐的情況也是一樣 它的高度呢 跟這個高度其實是相當的 所以當我們 促行器已經確定不需要使用 我們可以進一步 拿著一個輔助的工具 就是單拐 走路的時候 一樣換側腳先 這是讓身體平衡的另外一個方法 或者是在有需要的情況 當路面濕滑 或者是不平穩 或者是不熟悉的路面 我們就帶著單拐 適時的輔助使用 等到回到家裡面 已經相當的熟悉 或許就可以直接提著走 提著走 看完這個小單元以後 陳老師要來出題目囉 看你還記得有多少 第一題 助復健可以改善膝關節退化 所引起的疼痛 對還是錯 第二題 人工膝關節致患手術以後的復健運動 包含有骨四頭肌的運動 暴膝的運動 及壓膝的運動 對還是錯 好 好 好